觀眾朋友好 我們今天來講這個非常重要 但是有一點多 有一點雜 可是幾乎都是圍繞在美中台三方關係 有些事情是之前已經發生 但是影響未來會很大 有些事情是昨天晚上發生 對全球經濟將會造成重大的衝擊 有些事情是接下來很可能要發生 將會對中國臺灣的外交關係 產生重大的改變 第一件事情 M503 中國說話就話 說飛就飛 臺灣方面的反制報復的利害 就是說你如果敢飛503的 這些民航兩岸航線 我通通都不準 那接下來要過年的台商 要回來怎麼辦 反而大陸方面 傳出來說 有要釋放大量的善意 就是中國的這些民航 要加開更多的班次 讓所有的台商可以先飛到福建 然後再透過所謂的小三通 飛回來臺灣 當台商變成兩岸談判的籌碼 甚至是某種形式較有人質的時候 兩岸關係會怎麼發展 而昨天美國總統川普簽署決定了一個非常重大的 針對所謂進口的太陽能模組以及洗衣機 只要是你國外製造的 不管你是哪一個國家 通通要課30%到50%的進口關稅 這個開啟的所謂的貿易壁壘戰 這會不會直接導致中國 韓國以及其他國家 這一種所謂的經濟上的一個很大的衝擊 臺灣會去掃到方台 沒有啦 因為我們才知道臺灣非常重要 就是所謂的三角貿易 臺灣接單 中國生產 賣到美國去 如果說我們也被克到三成到五成的關稅 怎麼辦 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中國跟梵蒂岡的外交關係 是不是有非常重大的突破 國際媒體談說呢 梵蒂岡教廷呢 可能會對於中國的主教的人事權有所讓步 長期以來 中國為什麼沒有辦法在填主教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係 以及跟教廷有重要的邦交關係 非常重要 就是卡在這個人事權 主教一定要教廷教宗來任命 可是中國說 嗯 怎麼可能說 我的這個權力要放給你羅馬教廷嗎 但是呢 難道黨的這個重要性 或是黨的權力要高過天主嗎 如果說教廷連這件事情都會讓步的話 那恐怕臺灣要批批刷 是不是臺灣梵蒂岡的關係會有所生變 今天從宗教自由再談到經濟 再談到兩岸之間的發展 來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政大國關中心的研究員 顏政生 顏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對中國的宗教自由非常的關心 也推動很多的宗教人權 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的理事長 楊憲鴻 楊社長你好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臺灣智庫的諮詢委員 張國晨 張老師 主持人 觀眾朋友大家好 對WTO以及經濟貿易非常熟悉的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跟RTA中心的研究員 杜巧霞 杜老師 大家好 先來看看 川普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是真的叫做開啟了潘朵拉的盒子嗎 對於很多經濟的來講說 只要你發動這個貿易的關稅壁壘戰 不是別人受重傷而已 你自己恐怕也會受重傷 我們來看看 川普決定要針對 國外進口的太陽能模組 以及洗衣機 課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的淨口關稅 衝擊影響是什麼 美國總統川普美東時間二十三號 宣布設立新的貿易壁壘 在白宮一連簽署兩項新措施 強調是為了保障美國太陽能面板廠 和大型洗衣機製造商 不受到低價進口產品的衝擊 多數光電產品進口到美國的關稅 將在第一年提高到百分之三十 四年內逐步調降到百分之十五 第五年回復基本稅率 家用洗衣機則提高到百分之五十 並在第三年調降到百分之四十 全球最大的太陽能面板製造國 中國將首當其衝 中國外交部批評美國濫用貿易保護政策 商務部則表達強烈不滿 呼籲美方遵守多邊貿易規則 中美兩國的貿易額非常的大 在一些領域有些摩擦是在所難免的 關鍵問題是要管控摩擦 不影響情報合作的大局 光電產業 全球代工鏈上的台灣 尤其是在中國設廠的台商 將連帶受到衝擊 至於家用洗衣機方面 兩韓三星和LG將受到最大影響 雖然川普心思淡淡要搶救美國製造業 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但分析認為 美國光電產業八成產品仰賴進口 未來企業成本提高 市場可能萎縮 而不是蓬勃發展 外企會不會如川普所願 加強美國投資 還是轉移生產重心 到其他國家 詭比新關稅 也是未知數 記者卻會傳這裡報導 不過杜老師先來請教你 川普昨天講得很清楚說 美中不會有貿易戰 不過看起來這件事 除了稱對韓國之外 最主要就是衝著中國來的 那川普講得更清楚 雖然我不認為會有貿易戰 但美國絕對不可以讓人家佔便宜 我不要用批 接下來就是要去落實 所謂的美國製造 美國優先的這個政策 川普講得更清楚 這不是說這樣而已 昨天那個針對太陽能模組 洗衣機三十五十趴呢 這第一步 手還有很多 真的不會有貿易戰嗎 川普總統他通常講話是一套 做法是另外一套 不過這個可能是我們是 跟美國主要這個貿易夥伴的關係 的一個感受是這樣 那當然川普他講他的話 是從他自己本身的立場去講這些話 那他自己本身的立場 跟我們就有一些差距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講這些 美國的貿易措施的時候 他最主要看到的就是 美國有很大量的貿易赤字 是他希望消減這個貿易赤字 雖然從經濟理論上去講 這個美國不管是產業發展結構 還是他的這個經濟發展的階段 或者是他國內的儲蓄跟投資 有沒有平衡這個問題來看 美國的貿易赤字都有很多複雜的因素 但是川普他不管了 他是最主要是針對他競選的時候 我就是不允許別人賺我錢 就只能我賺人家錢 對對對 而且他主要就是在競選當中 有承諾一些選民的一些比較比較基本的一些選民的一些看法 所以他要的是一個短期的一個效果 你我先請教杜老師 三十趴的太陽能 太陽能模組的關稅跟五十趴洗衣機的關稅 這是超高巨額無法想像的關稅稅率嗎 對原則上是這樣 這不是違反了WTO的精神嗎 這要看你怎麼樣去講 在WTO裡面他的確是有一條 是所謂的安全防衛條款 也就是safe guard 這個safe guard他的意思是指的說 當WTO的會員他開放市場之後 造成了進口的大量增加 以至於說對於他的產業造成損害的時候 那這一個會員國可以提高關稅 所以是做一個安全防衛的一個目的 瞭解 那但是呢 所謂的這個安全防衛措施 自從WTO成立之後 美國是很少使用 雖然他曾經也使用過一次 那但是呢 基本上大家是期望說 美國不要去使用這種跟WTO的 就是說不要用一個單邊的保護措施去 去設定他的這個進口障礙 而是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拿到WTO去講 瞭解 瞭解 以前我們比較常看到是反請銷 反請銷可能還要法院去判說 到底是不是有請銷 之後才會反請銷制裁 可是這次不是用反請銷 我們來看看 川普這一次是如何出手 出了什麼手了 美中貿易戰是不是真的要開打 這其實是美國貿易代表屬 年度報告說 中國不公平貿易 然後威脅到全球的貿易體系 而且嚴重傷害到美國的企業 勞工跟消費者 美國官方公佈二零一七年 美中的貿易逆差 就是中國賺到美國錢 突破了三千三百五十億的美金 所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說 中國是競爭對手 中國經濟侵略 我這用詞很硬喔 中國經濟侵略對美國造成威脅 那怎麼做呢 在一月二十二號 也就是昨天的引用貿易法 第二零一條 很重要這個是用貿易法第二零一條 也就是說當大量進口 他不一定要低價 他不一定要請銷 他就是大量進口 而會傷害到美國產業的 這些進口產品呢 我就對他課關稅 課多少呢 太陽能的部分呢 課三十趴 你的成本直接加三十趴 人家說我是要買美國貨 還是要買外國貨 再來呢 這當然會逐年調降 洗衣機最高 課到五十趴 這時候韓國LG 他們就開始跳腳了 喂啦 那不是說這樣而已 以後還有什麼 鋼啦 阿魯米啦 這個呢 也會引用貿易擴張法 實施關稅 或是配額的制裁 還有呢 中國侵犯美國智慧財產權 也會用貿易法三零一條呢 除以計劇額的罰金 這還不叫貿易戰 他 也許他是認為說 我只是單方面的 我是片面的用這些貿易措施 那他為什麼使用這些貿易措施呢 他是認為說 他的貿易對手採用了一些不公平的一個 競爭的方式 所以他要用這個他單方面的一個措施 那我們先不談正當與否啦 先談負面衝擊影響 對中國來講 這經濟會造成很大的衝擊嗎 呃 如果說只是 這二零一條的話 基本上只是兩 兩種產品嘛 一個太陽能板 另外一個洗衣機嘛 所以這個就整個的貿易 戰的比重來講 其實是還好 問題是接下來我們還有看到 這個二三二條 三零一條 還有現在中國跟歐美 在WTO已經形成的一個 中國是不是符合市場經濟地位的 是這樣的一個爭端 如果說這幾項 一連串的貿易措施 都一起綜合考量的話 我們可以預期未來 美國的貿易保護措施會更多 那時候對中國的影響才更大 那當然台商有很多的投資 是在中國大陸的 也就是我們講的三角貿易 那種情況 如果中國大陸對美國出口 受到很大的影響的話 當然對於台商的影響也是很大 所以臺灣也會受到紅台買 另外還有一個從這個供應鏈的角度來看的話 臺灣也是會受到影響 那美國會真的有好處嗎 美國製造 美國優先就起來了嗎 他現在看到的就是說希望創造就業的機會 他希望他的這個關稅提高了之後 廠商就回美國投資了 那回美國投資的時候 你生產出來產品就不用付那些高關稅了 是 所以他的目的是希望吸引很多的廠商到美國去投資 回美國投資 OK 但是因為你所有的進口的這些材料 也通通都要被課30%到50%的關稅 所以美國的生產成本也會大幅的提高 如果說是二零一條的話 那當然就是你的那個 你做這些產業的生產的零組件辦成品 這一部分 你的生產成本會提高 但是如果說你很多的產品都是在美國生產 包括零組件辦成品都在美國生產的話 當然就沒有這個關稅了 那但是現在問題是在於說廠商是不是會因為這些關稅以後 就到回到美國投資 因為廠商投資的時候最重要 他要考量的一個是勞動成本 另外還有個當然就是你的資金 還有取得土地的這些成本 除非那些州都給他很多優惠 是 因為現在美國的勞動成本太貴太貴了 瞭解 瞭解 所以那邊的差距 除非川普可以把整個 不管是太陽能 或是洗衣機的這些生產線 全部 整個州都拌回去美國 對 否則美國的產業還是會受到一些影響 可是我請教英老師 剛剛杜老師談得很清楚 你如果光彈說太陽能板 太陽能電池 光彈洗衣機 這個課30%到50%當然痛 但是不會傷到整個經濟 對 可是最最最重要是那個訊息 川普釋放一個訊號 你敢一直賺我錢 我就有各種方法要來懲罰你 這個訊號會導致美中 甚至美國跟其他像是韓國台灣的這種 經貿關係 產生巨大變化 我覺得你剛才看說 那個中國經濟侵略美國 你覺得講得很嚴重 不要忘記喔 在競選期間 他是說中國強暴美國 那更嚴重 所以他當時在競選期間就講了 他們估計說 中國大陸在譬如說國營企業 當然在取得土地上面的這些成本 是不一樣的 然後再加上沒有就是有一些 這種特別政府的補助也好 或者侵犯了美國智慧財產圈 他他們都加起來 他說我算出來不公平貿易 大概佔了大 就是這樣子造成的不公平的貿易 或者優勢 中國大陸的優勢 大概四成多 就是出口到美國 所以徵收個四成多的稅 進口關稅是合理的 因為他有不公平的這個狀況 貿易情況存在 包括還包括像大陸人民幣的 可能特別是低估了 那這些都加起來 那但是現在問題是 如果他今天實施這個 那是不是韓國 是不是臺灣其他的國家 同樣都有這些所謂 有一點不太懂 因為對經濟真的蠻陌生 到底是哪裡不公平啊 就中國貨太便宜這樣 不是因為如果說中國的人民幣 該升值高吧 那是操縱匯率的問題 不是貨品本身的問題 因為你的這個中國人民幣低估了 低估了 所以中國大陸的產品是比較價格低的 所以在美國市場有優勢啊 那就像當年我們80年代的時候 他認為說我們美金對臺幣應該是1比25 我們是那時候是1比40左右 所以逼我們升嘛 升了以後臺灣這個產品出口 就沒有這麼強的競爭力了 那所以這個是他看成是一個不公平貿易的一部分 那包括大陸還有國營企業 包括大陸還有這些不同的這種補貼的政策 所以加起來他認為說至少有四成以上 是屬於不公平的 如果真的是覺得是不公平的話 那是在匯率上 那也就是不會只有在什麼太陽能洗衣機 這邊反應 就會全面的反應 應該是全面的 所以他現在只挑了這兩個 其實真的是微不足道 如果說只挑 但是我覺得有戰略性考量 剛剛杜老師提了 他特別是洗衣機這種東西 因為這是美國過去的強項 所以這是美國長期譬如說CSR 這些公司生產的洗衣機 我記得我們以前好像買西烏 對對對 Westernhouse這些 那這個是他們長期所謂的 藍領階級製造商製造業 那這個是投他票的人 洗衣機不是打到韓國嗎 對打到韓國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為什麼選洗衣機 就是因為洗衣機是屬於 OK 他不管打誰 他只是說以前我的光榮 我要重新恢復 光榮重新 而且這一批如果創造出來的就業 是當初投票給我的人的這些 藍領階級的白人工人 所以我要回饋他們嗎 所以他挑的是這個 他為什麼不挑更多的高科技東西 高科技東西在美國可能會覺得說 如果受到了任何川普政策的好處 是亞裔得到好處 而不是這種白人的藍領階級 我也要請教社長跟張老師 這件事情到底影響是什麼 可是這有點像欺商權 自商也商人 最慘的會不會是台灣 莫名其妙 中美貿易戰打打打 結果是我們在流血 我們來看看 這件事情會不會 美國貿易代表署宣布總統川普 決定針對太陽能電池與模組 採取四年期的防衛性關稅 而目前台灣是全球第二大太陽能電池的供應國 由於此案具體內容並未公布 經濟部目前將持續關注 那他其實還有一個比較詳細的附件 可是這個附件還沒有公布 應該對美國的出口多多少少會有影響 那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細節之後 才知道這個影響的層面多廣 根據經濟部的統計 目前有經營美國市場的太陽能電池 與模組的國內業者約有14家 對美出口以電池為主 2016年台灣電池佔美國總進口量45.70% 模組則佔2.54% 業者表示 將評估在美國建置或取得產能 不過未來還是以台灣投資為主 本來模組廠除了在台灣設之外 我們本來就有規劃在市場 就進市場的區域去做投資 現在美國這個201法案出來的話 覺得甚至更有利 所以我們也開始在認真的評估 在美國取得產能 但取得產能包含在那邊設廠 學者則認為這只是揭開美國貿易保護的序幕 而且高關稅就是築起貿易障礙的高牆 原本大家覺得說它可能是針對中國 但是目前看起來它是所有進口的商品 它都要和這個進口關稅 美中貿易戰接下來一旦的延燒 可能就會影響到台灣更重要的出口商品 學者強調其實無論是洗衣機或太陽能洗衣機 和太陽能電池模組設備都不算是台廠的主力商品 但隨著未來可能爆發的中美貿易大戰 若是生產基地或廠房設備在中國的台上 很容易被牽連而遭持於之殃 記者委員陳信龍張國良台會報導 不過社長經濟影響是一件事情 更重要的是國際關係 特別是美中關係 之前一直在軍事上有所角力 但是現在看起來經濟上彼此擬死火火的戰爭就開打 現在才是真正的中美關係才開始而已 就我們要看好事 但是我們可能會中強那樣子 我本來就認為就是只是暖場而已 這個才是真正貨真價實 那我也不是認為這是貿易戰 其實我在這幾年 在國務院或是在美國國會 或是最近去了白宮 只要Navaro還在 這個理論就會繼續 而且Navaro已經算是很陳前了吧 一年吧 去大陸夠陳前 非常陳前 那我們都知道他的情況是什麼 那或許他現在有一些新的戰略出現 不過我覺得川普政府非常清楚 他不喜歡多邊 甚至於不喜歡聯合國 更不要講來不挑 他認為這些機構根本就是每天在那邊吃飯 然後沒有辦事的 從他做企業的觀點來看 這些機構簡直一塌糊塗 注意喔 你看他的駐聯合國大使 現在在聯合國裡頭說哪些話 你就知道 然後這個聯合國大使 有可能會接任變成國務卿 那時候才是真正大戲才開始 所以你說美國連聯合國都不甩 更不甩你WTO 那聯合國對他來說根本就是多餘了 他為什麼會去否決巴黎的氣候公園 就是你們一群人在那裡 我們結合在吃我美國豆腐 然後他棄歐巴馬 就說你連這個都欠 他不要 可是不要以為他大家都誤解說 他不喜歡這個氣候公園 他不關心地球環境 他意思是說 你們重來跟我談 他要的是你重新跟我談 那當然華國現在是不願意嘛 他慢慢逼 那TPP也一樣 你們這種玩多邊的 到最後 我不要 我要跟你們單邊談 所以就社長你觀點 美中的這種經濟對峙才正開始 我覺得現在不是美中經濟對峙 我們要注意到 比如說美國的那些廠商 為什麼會回去 川普是四十五任總統以來 第一個看得懂財務報表的 以前的所有總統都是政治 只有他看得懂財務報表 只有他知道哪些美國公司 利用在那些公司 因為他自己也討稅 對對對 說得真好 因為他是那個 所以他當空氣股長 所以他可以 犯法的人才知道什麼執法 所以這些美國公司 沒有一家敢在他的面前 隨便講話 因為他如果一查稅 他絕對查得非常準的 所以唯一的方法是趕快回去 所以看起來 OK 某種程度就真的有好戲 所以這個裡頭是 我覺得這個 基本上如果從基本 用貿易戰去看 會看不太懂這個 這個議題 會覺得你這樣幹 幹嘛呢 不是 他的邏輯整個是不一樣的 了解 過去美國 就在歐巴巴之前 就是喜歡多邊嘛 大家一起來嘛 他不喜歡 他喜歡單邊 他認為單邊 我可以 我做生意比較好做 你要 他是生意人 要來跟我談關稅 你就是來跟我談 不要透過聯合國WTO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遇到這樣的一個總統 臺灣的外交部 臺灣的這個 所以臺灣就也要去跟 美國談 趕快好好研究 他的二零一三零一 那這些東西 是怎麼回事 我們如何去適應這個市場 張老師也要請教你 就是說 兩大之間呢 真的很難微小 也不是說美國跟中國撕破臉 臺灣就一定會獲利 某種程度 他們打起來 流血的是我們 然後我們來看看 川普怎麼講說 這一次的所謂的下重手 川普說 不會有貿易戰 但是我不能占便宜喔 不能吃我豆腐喔 所以呢 製造業會重新回到美國去 那連三星跟LG都說 我要來美國設廠 所以美國人會有好工作 韓國說過去美國就是這種雷犯 對三星LG呢 增收八十二趴的關稅 而WTO也裁定說 美國這個做法 違反相關的規則 因此韓國要求WTO對美國 實施七億的美金的制裁 那這一次呢 對於洗衣機這個部分 也要跟WTO投訴 投訴 投訴 反正川普大概也不太理他 中國講說 這個是美國濫用貿易救濟措施 希望美國要節制 那中國會跟其他世貿的成員 一起捍衛自己的正當利益 這是大國之間的說法 那小國怎麼看呢 來來看看 中經院的李淳副執行長 他說呢 其實台灣生產的洗衣機 賣到美國不多啦 沒什麼影響 太陽能呢 當然我們也是太陽能生產大國 可是因為美國是對全世界 所有國家都課稅 不是只針對中國 所以呢中國也三十趴 那美國也三 日本也三十八 台灣也三十八 各國之間呢 就是站在同一個基礎 台經院的孫明德孫主任 他說呢 洗衣機太陽能都不是台商的主力產品 可是台商呢 特別是電子業裡面呢 有中國的環保研查 還有美中的貿易障礙 所以要思考分散產地跟出貨地 梁國元梁老師說 供應鏈方面呢 台灣向中國供應中間原材料廠商 都會受到影響 電子零組件 光學精明儀器 資通訊化學品塑膠等等的 特別是三角貿易 剛剛我們談台灣接單 中國生產 賣到美國去 影響最大的 就是資通訊的這些產品 那中國對美國前二十五大出口商呢 十四家是台商 台灣怎麼樣 比較不會去中情 我想這個第一個 現在川普公布這些新的這些貿易的措施 當然就像專家講的 目前看起來這幾個項目對台灣的影響還沒那麼大 但是呢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說 這是不是一個開端 就是說從這幾個產品開了一個口 以後呢陸陸續續會有更多中國消美的產品 落入同樣的命運 這個如果這個範圍繼續擴大 這是一個開端的話 那個台商的話遲早會受影響 現在還沒有受影響 不代表以後沒有受影響 第二其實呢現在來講 中國本地的勞動成本也越來越高了 也就是說你現在中國消美的產品 如果又受到關稅的打擊 再加上他本身這個勞動成本的提高 最後結果很可能是你美國不一定是這些廠商回流來美國投資 製造美國人的就業機會 這不一定 但是有可能是先從中國離開了 就是因為中國他這個在中國生產又有關稅的這種威脅 然後本身勞動成本又很高 所以不一定去美國但是先離開中國 你看郭台銘先生他就不斷地轉移嘛 這個很多的這個企業現在都已經從越轉到越南轉到東南亞 所以這個貿易戰真正的問題 有的時候不一定是這個美國自己直接得到什麼好處 而是中國的競爭對手 在跟中國有同樣的這種貿易的這種地位 勞力密集或者是這種工資比較低 像印度啦東南亞 這個現在眼睛也都瞪得很大 看看說他們有沒有機會呢 從中得到這個好處 所以這個是我們第二個要注意的地方 那麼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發現從去年的四月 川普跟習近平首次的會面 那個時候呢 習近平就承諾說有所謂的百日措施啦 就是要利用一百天的時間 要來降低這個中美之間貿易的逆差 然後呢這個人民幣呢 長期以來對美元現在其實是看扁的 但看扁的話這個其實對這個貿易逆差又會增加嘛 因為對中國出口是比較有利嘛 那這個從去年後來到年底 好川普去這個這個北京 習近平也是熱烈的這個盛大的招待他 但是這一連串的這種習近平對川普的這個示好 看來沒有換來這個川普的善意啊 你知道到了這個今年的現在 他還請他去故宮看戲 是 沒有錯這個就到一月 川普不給你面子 又丟給你這個貿易的制裁 這個看起來齁 當然目前來講 就像各位老師講的 影響還沒那麼大 但是呢顯然代表了齁 習近平的對美政策 對川政策齁 好像沒有很靈光喔 至少沒有換來這個川普的善意 所以這個小地方呢先給你一個下馬位 當然中國之後 要不要採取類似的這些報復的措施齁 這個我們還要觀察 但很明顯的齁 現在看起來 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 他對美的所有的政策齁 政治經濟外交貿易齁 基本上都是要護衛中國的利益嘛 那現在看起來的話呢 美國的軍艦齁在南海 也對這個中國的領土主張齁 也是齁不太理會 好貿易上呢這個作為 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善意齁 換句話說你現在中國對美的這些 好政策手段啊 不管是對領袖的禮遇也好 還是對於這種 有些什麼措施想要降低逆差齁 好像沒有收到效果 所以換句話說未來齁 中國一定要想另外一些新的方法 特別是在十九大之後呢 怎麼樣能夠重新經營對美的關係 重新經營對美的關係 不過某種程度從人性來看齁 說你可以罵我啦 你可以羞辱我 你可以講我沒人權啊 你可以講我美的啦 那個都沒關係 反正你家愛講什麼講什麼 但是你要搶我的飯碗 你要從我口袋裡面掏錢出來 喔不行 那我要跟你拚命 我想問的是說 看起來美國跟中國呢 這兩個人就是邊打 邊談 邊握手 握完手之後再繼續打這樣子 但是還有一個值得觀察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現在看美國 國內政治 大家最關心的 還是通俄門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川普 常常是說 當他被通俄門壓到很多時候 他趕快去打到外面 丟一個 丟一個別的東西出來 丟完之後他就跑了 不一定執行 所以我們這些國際社會 都是他的受害者 因為他是國內的問題 他要轉移注意力 所以這個我才覺得 我們不要把它看得太嚴重 那杜老師你怎麼樣看 臺灣這時候該做什麼 什麼都不要做 就看看風怎麼吹 我覺得喔 不管是業者還是政府單位 應該要做一點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未來的這個 美國市場會越來越保護 這個我個人認為 在川普的這個主政期間 可能是沒辦法避免的 因為我們剛才也提到說 他接下來還有一連串的 那些貿易調查 那些在未來的這幾個月 大概都陸續會這個揭曉 那所以呢這些 當這個美國的市場 越來越保護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看 這些問題 當然第一個是分散市場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就是說你看到哪裡 應該去更努力的去開發一些市場 那第二個就是 其實剛才我們也稍微提到一下 所謂的川普他認為說 中國對他有這個不公平貿易 這個不公平貿易呢 其實最主要的是指的 他認為中國 其實中國自己也講了好幾次 他是所謂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但是美國要的就是市場經濟 照理說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 本來是相對的 所以你在社會主義之下 本來沒有什麼這個市場經濟 但是呢中國 他就講他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那如果按照美國的想法的話 因為WTO的這一套的貿易規則 全部都是歐美一手創建的 在他們的觀念裡面 從來不會對社會主義國家開放 那所以呢在他所謂的這個市場經濟裡面呢 原則上是不會對 不會容許這些社會 所謂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進來的 所以在他的這個解讀裡面 他認為說中國大陸 仍然是過渡期的一個經濟 他並沒有完全符合市場經濟 這也就是為什麼歐美現在跟中國大陸在WTO 就中國的市場經濟展開這個爭端 這一個最根本的一個原因 但是我們去看中國 他未來有沒有可能真的改到去符合歐美 所謂的市場經濟呢 這個非常的困難 因為目前中國大陸的國營企業 佔的比重太高了 沒錯 他們如果說要把這國營企業做大幅度的改變 那個可能是動搖國本 不過你可能就是什麼都心都得這樣想 就是說中國當然現在發展出自己的這種 自由經濟的形式 但是你要再看到他不管是要賣太陽能板啊 賣手機啊賣電腦 他背後一定有一個非常強大的政治上的一個企圖 你可以看到國家的影像在後面 你當然也可以看到黨的影像在後面 同樣一件事情 宗教 他說宗教也是中國所規範的人民的這個自由啊 可是在中國你要談宗教信仰自由 恐怕不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基督教佛教天主教乃至於法輪功在中國呢 確實現在有某種形式的信仰自由 可是一旦你發展成有組織 甚至是有紀律 甚至是有行動的這樣一個宗教組織的話 那黨就得出手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幾十年來基督教跟天主教無法順利在中國推展教務 而中國所認可的主教呢 並不是所教廷所認可 教廷所認可呢 就不被黨所接受 我們來看看這件事是不是起了一個關鍵的變化 已經退休的香港蘇姬主教陳日君 蘇姬一定要教宗選的啦 這個一定要教廷認可的 所以這是教廷認可的 陳日君主教呢 他說呢福建這個閩東教區的主教郭熙景 這個也是教廷認可的 可是呢他拒絕參加愛國教會 愛國教會就是黨認可的 中國認可的這個教會呢 而不被北京所承諾 因為他不去參加愛國教會 所以北京不承認他是主教 甚至還被抓去關一個月 這期間呢 中國拿這個文件說你簽 你不當主教啦 當然不要簽嘛 說要簽 還說自己要讓位給中國官方選出來的愛國主教 詹斯路 而且志願降級變成詹斯路的助理主教 還有呢廣東汕頭的這個教區主教 他說也不承認政黨高過信仰 黨怎麼可能高過天主呢 你這樣想就知道嘛 可是呢他不被中國承認 這時候去年底呢他被控制行動 後來被壓到北京跟宗教局的官員見面 也要求他要讓位出來 讓位給愛國主教黃炳章 現場還有梵蒂岡的代表 那這時候呢 田主教的教一直說 主教就是教宗任命 只有教廷認可授權的主教才是唯一的主教 但共產黨認為 憑什麼你超過黨 權力是在黨手上 憑什麼你的主教 不是由政府或是由黨 來接受來認可的 這個衝突呢 最近呢 亞洲週刊 亞洲新聞呢 國際新聞有報導說 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因為看起來 教廷 范蒂岡 似乎會對於所謂的 中國所認可 黨所認可的這個人事權呢 去做一個讓步 某種程度大家會擔心 如果這個是所謂的中泛建交最後一里路 那會不會是台犯斷交的一個很大的開始 我們來看看 好 點開美國領事事務局官網搜尋台灣資訊 頁面上出現一格長方形空白 對比其他國家都是國旗 甚至香港也有區旗 只有台灣沒放上國旗 不只如此 在美國貿易代表署網站 也只有台灣的頁面國旗被摘除 去年九月 美國國務院官網更新後 也發生相同情況 當時駐美代表處 僅表示是個案 但現在越來越多 外交部表示 已經向美方表達嚴正關切 所以對美國國務院領務局 跟他們貿易代表署網頁 對移除我國旗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們對美方表達 我們不僅無法理解 也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在原來應該屬於自由的這個 開放的 網際網路的這樣的一個領域 打壓我國 這樣的一個做法 完全無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 中國大陸持續限縮我方國際空間 現在也傳出友邦梵帝剛 與我方關係可能生變 天主教媒體亞洲新聞透露 梵帝剛為了跟中國關係正常化 打算在兩方堅持不下的 主教任命權上讓步 並派代表團到中國 要求兩位獲得教廷認可的合法主教 讓位給中方選出的主教 外界擔憂中泛關係如果增溫 台泛關係將出現警訊 前駐教廷大使杜竹生也指出媒體報導中 教廷要承認中方官派主教非常罕見 但是否等同中泛即將建交與台灣斷交還不一定 外交部則表示對於教廷與中方互動 會密切關切 並再次強調我方與梵帝剛 關係密切並未生變 記者韓英王德昕台北報導 不過社長你對於中國的宗教自由比較熟悉 因為你長期也在關心中國的人權 以及信仰自由 有可能嗎 教廷讓步 那不就說我那個主教不用我任命 你中國說了就算了 我想這個很簡單去講教廷讓步 可能延至過早 那我們還在觀察 不過我想一下我們過去幾年 從兩千年 過去兩千年到現在 我們對這一些事件的觀察 我比較希望我們把台灣 跟梵立剛之間這個關係 從這個議題裡頭把它移開 不要把它連結在一起 雖然有可能到最後 中國跟梵立剛建交的時候 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是台灣跟梵立剛要斷交 可是我必須講 任何接觸這個外交事務的人 都知道梵立剛非常早之前 就已經告知台灣 說因為他們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有可能到時候 會有台灣斷交的問題 那我們充分理解 這個是在陳水扁總統時代 我們就已經知道了 一直進行到今天 我想這個狀況沒變 我們必須看的是這樣 以中國現在自己的統計 以及國際的統計 基督徒跟天主教徒 在中國現在已經突破百分之十 如果以十三億人口來看的話 他已經有一億多的天主教徒 那大部分的天主教徒 或是基督徒 都是我們稱之為家庭教會 也就是地價教會 那個比例大概是三比七左右 就是愛國教會大概三 七是地下教會 那歷任的教宗 包括這一次的荒基哥 都對於這麼多的信仰者 在這樣的一個情境底下 那由於只是一個建交問題 或是不是建交問題 這樣的一個議題 他們深感說 他們應該要用更積極的方法 去跟中國接觸 然後讓宗教自由這件事情 確實有機會在中國落實 到目前為止 中國不管是打壓教會 或是動不動 就把人家教堂拆掉 是 這是很普遍的情形 是 那這個你不用懷疑 換立剛非常清楚 我們 我在想說 我們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會稍微憤怒說 難道教宗不知道嗎 都知道 他們連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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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土機這樣推過去 就把那個牧師牧師倆 活埋在那個地方 這個方濟客會不知道嗎 當然知道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我作為一個基督徒 也同時也是關心中國人權 那我們對過去這幾年 尤其是習近平上來以後 特別是在溫州地帶 以及浙江這個地方 那個拆教堂 以及迫害教徒的狀況 非常嚴重 老實說 全世界到目前為止 對中國這個東西只有抗議 抗議再抗議 但是我有觀察到 包括方濟客 他對於這一類的議題 他其實 他其實曾經提過一件事情 我想在這裡講 就可以瞭解他的心情 他說過去一百年 他剛上來的時候 他就說過去一百年 因為宗教這個因素 而形成為變成matter 就是為宗教而變成殉教者的人數 過去一百年總加 超過之前的一千九百年 他就問說我們有比較文明嗎 我們文明了嗎 所以說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 profound question 他是一個非常深的深層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些過去跟教廷 也是有多少有接觸 或是說我們宗教自由 這個religious freedom 這個議題 我們跟在歐洲這些朋友 大家現在都處於一種 比較小心的態度在看 那我們當然願意給方濟客 一個非常大的 時代的這樣子期待 那因為你不知道 你除非跟他有engagement 否則你如何去改變習近平 他驚天狀 那我們 我們不樂觀 老實說 我們一點都不樂觀 不過我們從俗世的角度 來理解這個問題 可能一開始的反應說 中國這樣子破壞教廷 破壞教會 是的 壓迫教徒 打壓他們的集會 把人家教堂 整個就拆過去 面對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 教廷 你還要讓渡 你的人事權 你還要跟他建交嗎 可是你再換個角度 或許讓一點權力 才能保障現有超過一億以上的 天主加基督教徒 在他們的這個國家上 所能夠行使的自由權利 我甚至於認為說 在這時候 是不是讓賭權利 這個我們未來應該要更深刻的分析 不過我們來看看 這長期以來中國跟梵蒂岡 其實最最大的關鍵呢 就是卡在主教誰說了算 明明就是教廷說了算 中國說不行 你不可以超過黨 我們來看看一九五七年 中國天主教的愛國會 就成立 跟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呢 合稱叫做 中國天主教的一會一團 是中國官方的宗教管理組織 不屬於梵蒂岡 中國要自己管 所謂的神職人員自行駐聖 自行封自己是主教 不用教宗來封 然後兩千零七年 教宗本土十六四發出目函 從生政教分離原則 只有教廷才有權利任命主教 可是呢 在主教人選任命上呢 可以跟中國談 一零年的時候呢 談判呢中斷 然後呢 中國政府支持的中國天主教 自己辦代表會議 主教團呢 是向代表會議來負責 不向羅馬教廷負責 范蒂岡無法接受這件事情 一一年的時候呢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任命多名的主教 范蒂岡說 中國你這個做法 直接對抗教宗 可是一三年 教宗方濟各就職了 寫信給習近平 一四年中泛 恢復官方的談判 文匯報說呢 主教任命協議已經基本達成 某種形式呢 這叫做越南模式 中國來提名 教宗或是教廷來任命 換句話說 某種程度就有點是領選 但是就不會改變 勾選 那教宗方濟克呢 在一六年 在之前呢 公開接見中國任命的主教 以及他所帶領的朝聖團 這某種程度就有很大的意涵了 亞洲新聞報導說 范蒂岡的代表團呢 要求兩位教廷所認可的主教 讓位給中方選出來的主教 什麼意思呢 明明范蒂岡已經選出來 剛剛陳志軍所說的那兩個主教了 可是呢 教廷這邊呢 派一個代表團說 你讓出來吧 中國要 你就給他吧 尹老師 你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首先喔 就是說 中國大陸對跟范蒂岡建交 他就兩個條件 第一個跟臺灣斷交 那第二個呢 就是你不能干涉大陸的內部事務 他認為宗教是他內部事務 所以大陸才會有愛國教會 才會有所謂的三制教會說 我們自養自己support self support 然後自治 self governance 然後呢自己傳 self propagating 就是我完全是由我自己來做 那過去我們知道在臺灣 如果大家比較熟悉 基督教剛開始 也是很多美國的教會來幫忙 歐洲教會來幫忙 天主教會也是一樣喔 跟這個范蒂岡的關係很 我自己是否仁大學畢業的 我們那個年代是 還有這個很多經費 都是從這個范蒂岡過來 那這些在中國大陸 就是你等於是在干涉內政 所以才會有一些忠於教宗的 這些地下教會 他們長期就是對抗這個愛國教會 那這些人有一陣子 曾經教廷也給予他們所謂的 你們可以來祝聖 就是因為我沒有辦法幫忙 就是讓這些忠於教宗的人 也可以來任命神父 或者是其他的神職人員 但是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就像剛才楊老師講的 就是教廷的觀點是認為是說 我今天說不定在任命權上面 做一點點的讓步 可是呢 我可以跟大陸來對話 我可以要求 第一個 你我現在這些地下教會 可不可以從岸走明 未來大陸有沒有更多的宗教自由 但是這個也不是從方濟客開始 其實本土十六世的時候 也在談 也在談很多 包括那個時候就已經說 暫時停止 這個忠於教廷的這些主教 已在任命新的神父了 就這個權力他又拿走了 一段時間 然後另外呢 就是說他們也曾經大設過那些愛國教會 就赦免了 說你們過去沒有忠於教宗 是忠於這個 那現在已經赦免他們 所以也有過一些動作 就是希望能夠 可能說用這些動作 來作為他們兩個談判的開始 然後開始能夠真正討論最大核心 我認為即使今天這個教宗做出了這個主教讓步 假使他沒有辦法解決大陸地下教會 這麼多過去忠於羅馬 梵蒂岡的這些天主教 特別是神職人員 這些曾經殉道的人 你沒有辦法讓他們 我們講說平反好了 或者說讓這些地下教會走出來 那我覺得他這個也很難讓步 因為他沒有 他會喪失他的這個道德高度 不過這件事其實會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是不是教廷已經確定 對這兩名主教的人事權完全讓步 這個是只有媒體的報導 你還要看下一步 就算讓步某種程度 教廷也只是希望說 能夠讓中國那麼廣大的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呢 能夠合法有自由地行使他們的宗教權利 這也不必然馬上劃上 所謂的中泛要建交的這個步驟 那如果中泛真的建交的話 才會有所謂的台犯斷交這件事情 我給你講一件事齁 其實這個其實複雜複雜在這 我曾經跟美國的這個宗教自由的大使 David Substein 在他辦公室談一個有關中國宗教 迫害的問題 後來啊 他問我一個問題說你可不可以建議我 因為我馬上要到中國去訪問 他們的最高領導人會跟我見面 那我應該跟他講什麼 那我要開口講的時候 他就阻止我說 Mr. Yang 你絕對不可以跟我講那種我做不到的 你必須讓我說了我做得到 然後我就撒了一下 後來我就笑著跟他講一句話 我發現他不知道 我說你可不可以告訴習近平 讓中國的書店都可以買到聖經 讓任何一個教徒想要一本聖經的時候 他就可以到街上就像其他國家一樣 中國買不到聖經啊 現在容易了 現在相對但是不是全部 因為聖經在他們是管制的 聖經是禁書 不能說禁書 就是不能用禁書說 可是他是管制的 因為印聖經送人是會被判罪 因為你在搞組織 這個他不管 他就是以各種奇怪罪名定你罪的 那後來我就跟Savistin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才知道他就馬上問他的秘書說 他買不到聖經嗎 後來他他的秘書說真的買不到 那老實講美國也好 或梵蒂岡藥他們其實長期以來 對於中國內部有關宗教的活動生活 這部分不是太瞭解 但是我想荒基哥的這個做法 是希望領導整個世界有關 對於宗教自由關心者以及信徒 大家都一起來關心廣大的中國 不過站在臺灣角度 當然我們希望說所有的人 當然也包括所有的中國人 有人權有最基本起碼的信仰自由 可是臺灣方面還關心的就是說 那會不會臺犯關係生變 前天蔡英文總統接受 鄭鴻一的訪問時候 他第一次正式在當選之後 談到說沒有辦法排除 中國武力攻打臺灣的這個可能 是否就是因為這一連串 包括說軍機不斷的落臺 以及M503這個航線 兩岸之間的關係 不管是在外交上在經濟上 在軍事上乃至於在政治上 接下來的發展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蔡總統怎麼說 你覺得中國會打臺灣嗎 沒有人會排除這個可能性 開啟戰端 是不是一個選項 他自己要很小心的去斟酌 中國大陸的領導當局 應該是一個理性的決策者 對台動武的這種可能性 應該都不再在他現在的決策的思考裡面 蔡英文回應武力犯臺 是否受到近來共軍不斷的繞臺演訊 以及國際施壓 政府已經重新評估兩岸安全和軍事的判斷 北京涉台學者認為 蔡政府過去一廂情願 把兩岸問題過度簡化 他現在新的表述 我看到了大陸對台政策的真實的情況 威脅和平統一的事情 就是類似台獨的事情發生 也有台灣學者說 蔡英文過去秉持理性的基調 不斷向陸方善意提醒 卻得不到理性回應 現在直接面對中國武力犯臺的可能性 也是要凸顯政府對兩岸變化 並非毫無準備 中國現在就是要改變 那個現狀的區域的 那個國際的強權 而且他寧願可能會使用武力 所以說這個東西不是說 對於中國他的判斷 有發生改變 而是之前對他的好說歹說 然後苦勸他就不願意聽的話 你要讓他知道說 我們也不是完全沒有能力的 從共機繞台演訓 遼寧號穿越海峽中線 到M503航路的爭議 面對中國施壓 蔡英文專訪中也提及 別以為打壓台灣就會屈服 台灣不只會抗壓 也會更團結 中國更應該力行計算 記者校王新中臺北報導 不過正常說我們在混著談 如果說梵蒂岡掉的話 我覺得對台灣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挫敗 在外交上 但是現在我們除了外交上 我們還有看到在軍事上 在兩岸的不管是航權上 在經濟上乃至於在政治上 似乎兩邊的對峙的局勢 越來越高 該怎麼辦 如果從蔡總統的這個談話 看起來台灣也不太想避戰 這個局勢 首先呢 范蒂岡如果跟這個撤銷承認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的話 轉向北京的話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挫敗 我認為是挫敗 但不是很大的挫敗 因為第一個就是 這麼多年來 其實陸陸續續不斷地被斷交了 非常非常多的國家 所以范蒂岡其實在國際社會 幾乎從不聲援台灣的 在聯合國 在所有國際組織 從不聲援台灣的 然後呢 我們跟他其實也沒有太多的 除了宗教以外 其他方面的合作 跟我們其他的邦交國 那個不太一樣 所以當然是挫敗 可是不是很大的挫敗 實際上就算他現在不承認台灣了 那他跟台灣的天主教徒 天主教會 我們也不會去影響 他在台灣的這些 既有的神職的這些權力 當然 還是這些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會說 要來任命教徒 也不會的 所以他根本不在乎這一點的 那但是呢 剛才提到的就是蔡英文前天講了說 這個武力犯台這件事情 這台灣社會 就好像很緊張的樣子 好像以為他在說什麼 其實呢 這個幾十年來 不管誰執政 中國準備武力犯台 對台的軍事準備 從來沒有停止過 甚至包括像馬總統時代 我們認為說 這個好像感覺上有九二共識 兩岸關係比較好 他的反分裂國家法還在啊 他也沒有說那個時間 我就沒有反分裂國家法 只要他有一個反分裂國家法 在那邊的話 他就時時刻刻 就有可能武力攻打台灣 這個蔡英文講的是 是把這個事實講出來 那回到M503 台灣是不是吃人悶虧 人家說幹就幹 說飛就飛 結果我們說那我要制裁你 你要飛M503 我就不讓你飛 老共就說沒關係啊 我國內盡量飛 飛到廈門 再讓你小三通飛回來台灣 我們不就是一直被吃豆腐嗎 第一個M503在二零一五年以前 就已經彈出來了啦 那個已經劃定 只是他現在暫時 當時他說 他暫時不加使用而已 所以呢 現在他就非常真正有詞 說他沒有變更現狀 因為這個他早就有話了 那現在來講這個 而且他也是在公海上飛行 也不需要經過任何的同意 所以這種說來言之成理 所以我們其實要重視的 就是說在過去八年裡 很多的協議 很多的這些協定 裡面會不會還有繼續這種 以前談的 對台灣有影響的 可是暫時不拿出來實施 他打來做一個善意 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第二呢就是 這個你說這個他就是 大家都把臺商移到廈門 然後呢這個在小三通回來 這個也是他的內政問題嘛 就是說他在裡面 怎麼樣安排他的航班 你在中國內部不只是臺商 你所有的人只要來到臺 要臺灣 你就是配合他的這些規定 所以這些問題我認為 兩岸關係的來往 本來就有存在一定的風險性 從我們節目討論李明哲案 各式各樣的這些案子 台商在中國人身的安全 旅行的安全 詐騙這些詐騙犯的移送 其實這個風險性是始終存在的 我們現在就是說 你現在在這個交往過程當中 你怎麼樣能夠理解這個風險 這個時時刻刻這些事情 因為目前政治的期間沒有解決 不過尹老師這看起來會不會是 中國想方設法用心機率 要逼蔡英文上談判之後 再來談九二公司 我覺得不見得 但是他會讓我們很難看 譬如說 假使所有的這些臺商 全部到了這個金門 然後小三通到了金門 春節幾天要過來 天氣不好 全部被困在金門 你們回不了台灣 那我覺得到時候問題會更大 但是他一說 我已經讓你們回到了 你們台灣的部分 因為 要罵你就罵小英 罵天氣了 可能還或者罵我們的政府 對不對 因為我們知道金門這幾大部分 在伊斯坦堡市中心 港邊 河郊區的野生動物們 有著什麼樣的風貌呢 看博斯普魯斯海峽上的美麗明星 看這隻灰狼狗 在伊斯坦堡上的冒險與奇遇 1月27週六晚上8點 生態全紀錄 野性伊斯坦堡 就在公共電視 攝影本身就是挖掘器 跟講故事的一個美場 我就發現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這是一個很模範的藝術家跟老師 有很多傳統電子的效果 把它放在剛代藝術裡面 我想要塑造的是一個 人進入到作品裡面 你可以很安靜地躺下來 聆聽你自己心跳的聲音 週六下午3點30分 視覺藝術專輯 這在公視藝術很有事 跟我們一起去吧 我會把心跳的犯導 我會把心跳的獎藝術 這在公視有什麼 我會把心跳的獎藝術 我會把心跳的獎藝術 這在公視會和公視之間 很多人發出獎藝術 能達成功的獎藝術 都會把一道獎藝術 可以讓你兩道獎藝術 我們繼續討論 這在公視區 隆重现影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